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认识神的做工 就很容易凭观念想象定归神 抵挡神 失去神的救恩呢 像这样失败的教训就太多了 我们都知道 两千年前主耶稣在犹太显现做工 来救赎人类 传讲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当时主耶稣发表了许多真理 还写了许多神迹启示 轰动了整个犹太国 犹太教上层人物 看见主耶稣的说话做工 大有权柄 大有能力 跟随主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都感觉到 主耶稣的显现做工 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 就开始处处抓主耶稣的把柄 编造各种谣言陷害定罪主耶稣 还拦阻信徒跟随主耶稣 尤其是他们看见主耶稣 是人子而不是灵体 就更加肆无忌惮 无所顾及 他们以主耶稣的说话做工 超出律法为借口 大肆定罪追捕主耶稣 把主活活定在世的架上 遭到神的咒诅惩罚 导致以色列亡国两千年 犹太教的人 就是这样失去了神的救恩 末世主耶稣回来了 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 发表真理 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来彻底捷径拯救人类 各宗各派 许多渴慕神显现的人 读了全能神的话 都认出神的声音 归向了全能神 可宗教界那些首领 就坐不住了 这好羊都跑了 地位饭碗可就保不住了 这还料得 他们就编造各种谣言谬论 否认定罪全能神的显现做工 想尽办法 迷惑拦阻信徒 考察真道 说什么 主耶稣已经救赎了人类 神的拯救工作已经完成了 主再来是提接信徒进天国 不可能再做什么拯救工作了 他们甚至还叫小 如果主再来不提接我们进天国 那他就不是主 如果主再来是道成肉身 做审判工作 那他就不是主 只有能提接我们进天国的 那才是主 才是我们信的主 尤其是看到全能神 不是灵体 而是普通的人子 他们就更肆无忌惮 无所顾忌了 变本加厉地定罪 亵渎全能神 甚至联合中共撒旦政权 抓捕迫害传国度福音的人 他们所做的一切 早已经把神 重定在世的架上了 大家想想 为什么神每做一步新工作 总是遭到宗教界的 否认定罪抵挡呢 就是因为 人类被撒旦败坏太神了 都有撒旦的本性 都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所导致的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人都不认识神的做工 都把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想象得太简单了 你看就像 以色列人都认为 神做完律法时代的工作 我们能守住神的律法 就是盲拯救了 弥赛亚来时 就该提及我们进天国了 结果呢 主耶稣来了 就被犹太人 定在世的架上 恩典时代的人认为 主耶稣做完了救赎工作 我们罪得赦免 就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了 主耶稣再来 就该提及我们进天国了 结果怎么样呢 全能神来了 又被宗教界联合撒旦政权 把神定在世的架上 他们都认为 神做完一步工作 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就结束了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实际上 神每做一步新工作之前 早就有预言告知人类 主耶稣来做救赎工作时 先知书就早有预言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她的肩头上 她名称为奇妙 测世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尤其神末时做审判工作 圣经的预言就太多了 至少有两百多处 你看就像主耶稣说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讲的道 在末日要审判他 父不审判什么人 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 还有彼得前书说道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如果人要考察神的做工 是很容易找到根据的 就不会这样 肆无忌惮的 非要把神定在十的架上不可 这足以说明 人类被撒旦败坏太神了 败坏人类都有撒旦本性 可以这样说 人类就是神的仇敌 现在我们已经看见 这样一个事实 从神做律法时代的工作 到恩典时代 主耶稣来做救赎工作 再到末世 神又倒成肉身 做审判工作 来结束整个时代 一点不差 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正好是三部 那么神拯救人类 为什么需要做三部工作呢 所有人都看不透这件事 就导致了许多人 都在抵挡定罪神的做工 这个后果严重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 神为什么要做三部工作 这个话题 末世全能神显现做工 打开了神经营计划的 所有奥秘 我们读一段全能神的话 就知道神为什么要做三部工作 全能神说 六千年的经营工作分为三部 这三部工作 即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国度时代 这三部工作 都是为了拯救全人类 也就是拯救经撒旦 严重败坏的人类 但同时又与撒旦 争战 这样拯救工作分三部 与撒旦的争战 也就分三部 这两方面工作 是同时进行的 其实 与撒旦的争战 就是为了拯救人 因着拯救人 不是一步工作 即可成功的事 所以 与撒旦的争战 也就分阶段 分时期来做 按照人类的需要 按照撒旦败坏人的程度 来与撒旦展开征战 拯救人的工作 做了三步 也就是与撒旦征战 共分三个步骤 就彻底把撒旦打败了 但与撒旦征战的 全部工作的内幕 就是借着赐给人恩典 做人的赎罪祭 赦免人的罪 征服人 成全人这几步工作 而达到果效的 可见呢 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是分三部 也就是耶和华神 做的律法时代的工作 主耶稣做的 恩典时代的救赎工作 还有末世全能神 做的国度时代的 审判工作 这三部工作 才是神拯救人类的 全部经营 神就是借着三部工作 一步步把人类 从撒旦泉下拯救出来 使人完全被神得罩 神做每一步工作 都意义深远 都是神拯救人类的 经营计划中 不可缺少的工作 也是败坏人类 脱离罪 脱离撒难权势的 必要过程 下面呢 我们根据神的话 简单地把神的三部做工 给介绍一下 我们先说说 神拯救人类的 第一步工作 律法时代的工作 我们知道 在神没做 律法时代的工作之前呢 起初的人类 什么都不懂 不知道敬拜神 也不知道 在地上怎么生活 他们常常犯罪得罪神 也不知道这是罪 为了让人类 能远离罪恶 在地上有正常的生活 神开始 做律法时代的工作 我们来读一段 全能神的话 在律法时代 是否孝敬父母 是否拜偶像等等 以这些为原则 被定为罪 或被称为义 在他们中间 或者有耶和华的火 临到他们 或者被石头砸死 或者得到耶和华的祝福 都是根据 人是否守住这些诫命 人若没守安息日 就被别人用石头砸死 若有祭祀 没守住安息日 就有耶和华的火 临到他 人若不孝敬父母 也被别人用石头砸死 这都是耶和华可称许的 耶和华定诫命 律法 都是为了在他 带领人生活期间 能让人听他的话 顺服他的话 不至于背逆他 以这些律法 来控制住这些出生的人类 以便为以后的工作 打下基础 所以 根据耶和华所做的工作 称第一个时代 为律法的时代 在律法时代 耶和华神颁布了 许多律法诫命 教导人 该怎么敬拜神 该怎么生活 人要是遵守律法呢 就蒙神保守祝福 要是违背了律法 就得献赎罪计 罪才得到赦免 否则就遭神惩罚 诸促 律法时代的人 都体尝到了 神公义 威严 烈怒 不容触犯的性情 也体尝到了 神的怜悯和祝福 因此 人都敬畏耶和华神 都遵守神的律法诫命 活在了神的保守中 在地上 有了正常的生活 谈到这儿 大家想一想 如果神不做 律法时代的工作 那人力会怎么样呢 没有律法约束 没有神的带领 人类肯定混乱不堪 很快就被撒旦掳去 所以说 神为人类颁布律法 太重要了 律法时代的工作 让人知道了 什么是罪 什么是义 也让人看到自己 常常犯罪 需要赎罪计来赎罪 神做这一步工作 不仅带领人 进入了人类生活的正轨 也为恩典时代的旧说工作 奠定了基础 铺平了道路 到了律法时代的后期呢 人类被撒旦败坏得 越来越深 人犯罪越来越多 律法已经约束不入人的行为了 人都因着 没有足够的赎罪计 面临被律法定罪处死的威胁 都苦苦地祷告呼求神 于是 神亲自倒上肉身 成为主耶稣 做了一步救赎工作 开辟了恩典时代 结束了律法时代 我们来读两段全能神的话 到恩典时代 耶稣来了救赎堕落的全人类 他使怜悯慈爱给人 人看见的恩典时代的耶稣 满了慈爱 对人总是爱 因为他就是来拯救人脱离罪的 他能饶恕人的罪 直到他上了十字架 彻底将人类从罪中救赎出来 在这个时期 神就是以怜悯慈爱 出现在人的面前 也就是 他成了人的赎罪计 为人的罪 而定了十字架 永远饶恕人的罪 没有耶稣的救赎 人一直活在罪中 人便都成了罪的子孙 成了鬼的后代 这样下去 全地之上 就成了撒旦的寄居之地 也成了撒旦的生存之地 但做救赎工作 必须得向人 施下怜悯慈爱 人才能因此得着赦免 最终才有资格被做成 被完全得着 若没有这部工作 六千年经营计划 就没法开展 假如耶稣不定十字架 只给人医病赶鬼 人的罪仍然不能得着 完全的赦免 他来在地上 做了三年半的工作 只完成救赎工作的一半 再借着定十字架 成为最深的形象 交给那恶者 完成了定十字架的工作 掌握了人类的命运 只有将他交在撒旦的手中之后 才把人类赎回来 他在世上受了三十三年半的苦 讥笑 毁谤 弃绝 甚至无有枕头之地 无有安息之所 之后又钉在十字架上 将全人 一个圣洁的无故的肉身 钉在十字架上 受尽了所有的苦 那些执政掌权的都戏弄他 鞭打他 甚至冰丁吐唾沫在他脸上 他仍然一眼不发 忍耐到最终 无条件地顺服至死 将人类全部都救赎了回来 从此他才得享安息 他所做的工作 只代表恩典时代 不代表律法时代 也不能代替末世的工作 这是在恩典时代 耶稣所做的工作的实质 是人类经历的第二个时代 救赎时代 主耶稣生活在人中间 传讲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教导人要认罪悔改 要爱人如己 饶恕人七十个七次 要尽心尽义尽性地爱神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等等 主耶稣的话 使人明白了神的心意 信神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完全从律法规条的束缚中 走了出来 主耶稣还行了许多神迹歧视 给人医病赶鬼 赦免人的罪 对人满了包容忍耐 人都感受到了神的慈爱怜悯 看见了神的可亲可爱 跟神的关系更近了 最终 主耶稣为人定十字架 做了永远的赎罪计 一次而永远地赦免了人的罪 从此 人只要向主认罪悔改 罪就得着赦免 就不再被律法定罪惩罚了 人就有资格来到神面前祷告 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喜乐 和丰富的恩典 可见啊 主耶稣的救赎工作 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救恩呢 使人类得以生存下来 一直发展到了今天 那么 主耶稣做完救赎工作 把人类从撒旦手里赎回来 就代表神的拯救工作结束了吗 人类就不需要神 再做拯救工作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神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人类还需要神进一步的拯救 因为人虽然得着了主耶稣的救赎 罪得赦免了 但里面的犯罪本性还没有解决 人受犯罪本性驱使 每天都活在败坏性情里 常常身不由己地说谎犯罪 常常背逆主 抵挡主 总也实行不出主的话 人都是犯罪 认罪 认罪又犯罪 活在罪中痛苦挣扎 谁也无法摆脱罪的捆绑和下制 那像这样一个 活在罪中不能自拔的人 要是不经审判捷径 能不能被提进天国呢 肯定不能 神是圣洁的神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神绝不容许还能犯罪 抵挡他的人进入神的国 所以主耶稣做完救赎工作后 就多次预言 他必再来 主耶稣再来 就是要彻底解决人的犯罪本性 拯救人脱离罪恶 成为圣洁 进入神的国 正如主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还有启示录预言说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可见啊 主再来要发表真理 做一步审判工作 引导人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 就是彻底拯救人脱离罪 脱离撒旦的权势 把人带进神的国 这是神早已计划好的一步工作 也是神经营计划的最后一步工作 我们来看几段全能神的话 对这方面的真理就清楚了 全能神说 耶稣来在人中间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完全脱去 所以 在人的罪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事顺服在他泉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借着赎罪计 人已经罪得赦免了 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已经结束 神已胜过撒旦 但是人的败坏性情 还在人里面存在 人还能犯罪抵挡神 神并没有得着人类 所以 这部工作 用话语来揭示人的败坏性情 让人按着合适的路去实行 这部做的工作 比上部更有意义 比上部做的工作果效更大 因为现在 使话语直接供应人的生命 让人的性情能够彻底更新 是一步更彻底的工作 所以说 末了的道成肉身 完全了神道成肉身的意义 彻底完成了 神拯救人的经营计划 末世基督 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 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 人的本分 人对神如何顺服 对神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活出正常人性 神的智慧 神的性情等等 这些言语 都是针对人的本质 针对人的败坏性情 尤其那些 揭露人如何弃绝神的言语 更是针对 人本是撒旦的化身 针对人本是 神的敌视力而言的 神做审判的工作 不是三言两语 就道尽人的本性的 而是来做长期的揭露 对付修理 这各种方式的揭露 对付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 能代替的 而是用 人根本就没有的真理 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 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 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对神 心服口服 而且对神 有真正的认识 审判工作带来的是 人对神本来面目的了解 带来的是 人对背逆真相的认识 审判工作 使人对神的心意 明白了许多 对神的工作宗旨 明白了许多 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 理解了许多 而且也使人认识了 知道了人的败坏实质 败坏根源 也使人发现了 人的丑恶嘴脸 这些工作的果效 都是审判工作带来的 因为审判工作的实质 其实就是 神的真理 道路 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 打开的工作 这工作 就是神做的 审判工作 读了全能神的话 我们就明白 神默示 为什么做审判工作了 主耶稣做的救赎工作 只是赦免了人的罪 但人里面的撒旦本性 还根深蒂固 还需要神发表更多的真理 做一步审判的工作 来彻底捷径人 拯救人 也就是说 主耶稣的救赎工作 只是为默示的审判工作 铺路的 默示的审判工作 才是神拯救工作中 最关键 最核心的工作 也是人类 蒙拯救 进天国 唯一的路 这步工作做完了 人的败坏性情 得到的捷径 再也不犯罪 抵挡神了 能真实 顺服神 爱神了 神拯救人类的工作 才彻底结束 六千年的经营计划 才大功告成 末世 全能神显现做工 结束了恩典时代 开辟了国度时代 全能神发表了 捷径拯救人类的 一切真理 不光打开了 神经营计划的 所有奥秘 还审判揭示了 人类抵挡神的 撒旦本性 和各种撒旦性情 揭示了 人对神的 种种观念想象 和错谬的 信神观点 还给人指出了 脱离罪恶 蒙神拯救的 路途等等 全能神的话语 太宝贵了 这都是败坏人力 得洁净蒙拯救 必须具备的 真理实际 也是 神在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语 正是 神默示 刺给人类的 永生之道 许多神选民 经历神话语的 审判刑法 都认识了 自己抵挡神的 撒旦本性 和败坏真相 对神的公义 不容触犯的性情 也有了真实的认识 产生了 敬畏神之心 终于摆脱了 罪的捆绑和挟制 活出真正人的样式 他们都做出了 脱离罪恶 得胜撒旦的 美好见证 神选民都真实体会到 神默示的审判工作 的确是神对人力 极大的拯救啊 要是没有 神默示的审判 我们就永远看不透 自己的败坏真相 永远不知道 人力犯罪的根源在哪里 败坏性情 就没法得到 洁净和变化 现在 全能神在大灾难之前 已经做成了 一番得胜者 神的国度福音 也已传遍了整个世界 事实足以证明 全能神 已彻底打败撒旦 完全得到了荣耀 神六千年的经营计划 已经大功告成 现在 大灾难也开始降下了 所有抵挡神的恶人 都将在大灾难中 受惩罚被毁灭 而那些经历审判 得到洁净的人呢 将在灾难中 蒙神保守 胜存下来 随之 新天新地 基督的国度 就出现在地上了 能生存下来的人呢 都是神的子民 永远生活在神的国中 享受神的应许和祝福 这正应验了 启示录的预言 事实上的国 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谈到这儿 我们看到 神拯救人力的三步工作 太真实 太实际了 每一步工作 都是为解决人的犯罪问题 成就一个宗旨 就是将人从撒旦拳下 从最终一步步拯救出来 把人带入神的国 承受神的应许和祝福 三步工作 一环仅扣一环 每一步工作都建立在 上一步工作的基础上 一步比一步 尽身拔高 相辅相成 紧密相连 缺了哪一步都不行 你看 如果没有律法时代的工作 人力就不知道什么是罪 就活在罪中 任由撒旦践踏 很快就被撒旦掳去 归于无有 如果没有恩典时代的救赎工作 人力就会因犯罪太多 而受惩罚 整个人力就发展不到今天 那如果没有默示的审判工作呢 人力就永远摆脱不了 罪的捆绑和挟制 永远没有资格进天国 最终只能因罪恶深重而被毁灭 可见呢 三步工作 少了哪一步 人力都会被撒旦掳去 都不能达到蒙正旧 这三步工作 才是神拯救人力的完整的经营计划 一步比一步关键重要 都是神为拯救人力精心计划 精心安排好的 这完全显明了神对人力极大的爱和拯救 也完全显明了神的智慧和权能 正如权能神说 在我的整个经营计划当中 也就是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当中 一共分三个步骤 即三个时代 起初的律法时代 恩典时代 梦了的国度时代 这三个时代 按着时代的不同 我的做工内容也不相同 但是 每步做工 都是按着人的需要而做 说的确切点 就是按着与撒旦征战时 撒旦所施行的轨迹而做 是为了打败撒旦 显明我的智慧全能 也是为了将撒旦的轨迹都揭露出来 从而拯救活在撒旦泉下的全人类 是为了显明我的智慧与全能 也是为了显露撒旦的丑陋不堪 更是为了让受造之物 有善恶之分 认识我是万物的主宰 看清撒旦是人类的仇敌 败类 恶者 能够把善与恶 真理与谬理 圣洁与误会 伟大与卑鄙分得一清二楚 让这些无知的人类 都能够为我做见证 不是我败坏人类 只有我自己造物的主将人类拯救 赐给人可享受之物 认识我是万物的主宰 而撒旦仅仅是一个被造的 后来有背叛的受造之物 在六千年经营计划当中 我分三个步骤 这样做工 以便达到这样的果效 让受造之物 能够为我做见证 明白我的心意 认识我是真理 今天的节目 到这儿就结束了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关于 什么是显现做工的真理 或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